栗子是秋季时节一个令人期待的美味 以丰富的营养素内容而闻名 栗子含有多种维生素 包括维生素C 维生素B6 维生素B2 维生素B1和液酸 这些维生素在维护身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让我们关注维生素C 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栗子中的维生素C有助于对抗自由基的损害 进而保护细胞免受潜在的损害 此外 维生素C有助于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 从而有助于预防感染和疾病 维生素B6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 对于多种身体功能至关重要 它在代谢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有助于转化食物中的养分为能量 此外 维生素B6还参与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 有助于维持心脏健康和脑功能 维生素B2也称为核黄素 是另一种重要的维生素 它有助于细胞呼吸过程中的能量产生 这对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至关重要 因为它们需要能量来执行各种功能 维生素B1又称为硫黄素 是另一种水溶性维生素 有助于身体将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能量 此外 它也支持神经系统的健康运作 帮助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 叶酸是一种B族维生素 对于细胞分裂和DNA合成至关重要 特别是对于孕妇来说 叶酸摄取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有助于胎儿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此外 栗子还是一个优秀的膳食纤维来源 这有助于促进健康的消化系统 膳食纤维有助于预防便秘 提高排便的顺畅性 并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 最后 栗子中的抗氧化物质 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害 有助于减缓衰老过程 并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 总之 栗子不仅是美味的食物 还是丰富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的宝库 它们提供了多种营养素 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 促进免疫系统功能 并支持多种生理过程 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 除了食疗和运动等保健方法 将古代智慧的养生之道 融入到现代现实生活 注重古人全方位的养生观 和精神层面的修身养性 健康的精神会换来健康的身体 帮我们应对外界的压力和挑战 从而减少焦虑和困扰 再不让烦恼的情绪影响身体 保持一个平静祥和的心态 活出健康自然美